字幕提供 我覺得來這邊之後發現 一切都沒有想像中這麼糟 目前來說 因為上禮拜 那個Google 一下天氣就是一整天都在下雨 所以昨天來也有下雨 但是都只是毛毛雨 對我們來說其實在 不管是比賽或是熱身已經是很順利了 台灣的環境本來就比較潮濕 那可能明年很多的國際比賽其實都在亞洲 在台灣就可以適應那麼多不同的天氣 有冷的時候又很潮濕的時候 那我們在之後的出國比賽的時候 身體也比較不會有什麼負擔這樣子 在前半年我可能連出去的那一刻 會有點需要思考 那我覺得這樣子會影響到我們的反應 或者是動作的協調性 下半年比較成熟之後就越來越順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可能還是會 在起跑的部分再多做一些琢磨 200公尺的部分下半年就是開始有比 在宿耐或是在體能方面 要踩到什麼樣的量是剛剛好的 這場結束之後我們整個短劇的團隊 也會跟不然是小鈺教練 或者是家軍教練做一些討論 在準備來說我們就會更有目標 更知道怎麼去執行 謝謝